论中国亨利基辛格作品 用世界视角国际眼光 重新解读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 布林峰播讲 邓小平的外交政策 与美国对话实现关系正常化 1977年邓小平第二次平反复职后 扭转了毛泽东的国内政策 但基本上沿袭了毛泽东的外交政策 这是因为他们二人都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 对中国国家利益也看法一致 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干革命 在国内可以解放手脚 在外交方面限制就多多了 然而毛泽东和邓小平有一个重大的区别 毛泽东对美国对苏政策的战略意图心存怀疑 邓小平则以中美战略利益一致为出发点 集中注意确保实施过程中不发生抵触 毛泽东视苏联为抽象的战略威胁 围惑全球 并不专门针对中国 邓小平均认识到 中国面临的特殊危险 尤其是北方潜在威胁委屈 南方边境的威胁又迫在眉睫 二者形成合击之势 因此邓小平与美国的对话更侧重于具体操作 毛泽东如同恨铁不成钢的老师 邓小平则向要求严苛的伙伴 危险当前 邓小平不再像毛泽东晚年那样 对中美关系持摇摆不定的态度 中国不再向往为世界革命奋斗 邓小平官复原职后 每次谈话中都主张建立一个 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全球计划 用以对抗苏联对欧洲咄咄逼人的政策 尽管中美协商日益紧密 但是美国仍承认台湾为中国的合法政府 台北为中国的首都 这一反常现象仍然存在 中国南北边境上的敌人 可能会把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误解为契机而蠢蠢欲动 吉米卡特就职后 关系正常化成为中美议程上的第一要务 1977年8月 新任国务卿塞勒斯万斯出访北京 然而此次访问却并不成功 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从华盛顿启程时觉得 在巴拿马问题处理完毕之前 只批准巴拿马运河条约 移交运河的管理权 触及和中国关系正常化 这个具有争议性的政治问题不太明智 除非中国人全面接受我们的建议 但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出于政治的原因 我准备向中国人提出 关于台湾问题的最极端立场 我并不指望中国人接受我们的建议 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提出来 尽管最后可能得放弃这个建议 美国关于台湾的建议中 涉及一系列有关美国在台湾保留 有限的外交存在的想法 这些主意福特政府任内也曾经提出 但遭到了拒绝 现在万斯再次提出 邓小平再次拒绝 说这是后退 一年后 卡特总统决定给予对华关系 高度优先的重视时 美国内部的有关辩论就此结束 苏联在非洲和中东步步紧逼 使卡特这位新总统相信 他应该迅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以寻求与中国事实上的战略联盟 1978年5月17日 卡特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资比格纽布热金斯基前往北京 给他的指示时 你要强调我认为苏联和美国 虽然也有合作的方面 但实质上是竞争的关系 简而言之 我担心苏联军力日益增强 但政治上短视 再加上大国野心的趋势 他可能会通过利用 特别是第三世界当地的动乱 和恫吓我们的友邦 来寻求政治优势 最终甚至获得霸权地位 布热金斯基还得到授权 重申尼克松1972年 对周恩来阐述的五项原则 一直强力主张 与中国战略合作的布热金斯基 积极稳妥地执行了指示 他抱着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目的 于1978年5月访问北京 中方对他的建议表示愿意接受 邓小平迫切希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好与美国结成更加牢固的联盟 通过他所说的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工作 在世界各地抵制苏联的进逼 中国领导人深知他们深陷战略险境 但他们分析时不谈本国的关注 而是从更为广阔的视角纵观全球形势 天下大乱 连横战略三个世界 这些都是国际关系的广泛理论 不涉及具体国家的观念 外交部长黄华对国际形势的分析 显示出惊人的自信 中国的处境尽管极为困难 但黄华丝毫不显得有求于人 而是像授业如实一样 遵遵教会来宾如何推行全面的外交政策 他先从大处着眼 论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 与苏联谈判的徒劳 以及世界大战之不可避免 苏联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阁下提到苏联面临很多困难 确实是这样 谋求世界霸权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固定战略目标 虽然他可能遇到很多挫折 但他绝不会放弃他的野心 黄华提到的问题 也困扰着美国的战略研究人员 特别是在传统战略思维中 加入核武器因素的时候 如果以核武器作为威慑 这种威胁就不会被真正付诸实施 至于说苏联害怕西方的核攻击 所以不敢使用常规武器 那只是一厢情愿 据此制定战略不仅危险 而且也靠不住 在中东这个欧洲的侧翼 和未来战争中的能源来源 美国没能阻止苏联的前进 他和苏联发表了 关于中东的联合声明 请区域国家共同商讨 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可能 因此为苏联进一步 对中东渗透敞开了大门 美国使埃及总统 安瓦尔萨达特陷入险境 他的大胆行动 造成了对苏联不利的行事 让苏联趁机在阿拉伯国家间造成严重分裂 黄华总结当前局势时用了一个中国成语 他说对莫斯科采取安抚政策会使他如虎添翼 但是联合一致对他施加压力 必将奏效 因为苏联外强中干 气软趴硬 讲完了印度支那问题的大背景 黄华谈到地区霸权的问题 当然美国早在十年前就已滤积此点 越南企图统治柬埔寨和老挝 建立印度支那联邦 背后有苏联撑腰 河内已经控制了老挝 在那里驻军 在老挝各级政府部门都派有顾问 但是柬埔寨反对越南的地区霸权野心 对他进行了抵抗 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紧张 不只是边境上零星的交火 而是一场可能会持续很久的重大冲突 除非河内放弃称霸印度支那的目标 否则问题短时间内解决不了 当天晚些时候 邓小平对黄华的意思做了进一步解释 他警告布热金斯基说 让步和依从从未换来过苏联的收敛 15年的军备控制协议 使苏联取得了和美国的战略军事 和苏联进行贸易 等于是美国在帮助苏联克服他的弱点 邓小平嘲笑美国对苏联 在第三世界开脱势力范围的回应 并责备美国试图取悦苏联 你们的发言人总是为苏联的行动辩护 有时他们说 没有迹象证明苏联和古巴 插手扎伊尔和安格拉 你们这么说没有用 说实话 你们每次要和苏联缔结协议 都是美方让步来取悦苏联 做得实在漂亮 这个国家身为苏联的首要目标 却把他所建议的联合行动 说成是理性的义务 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易 更不是对美国的求助 中国处境危险 有他自己的分析为证 但他表现的像是教授战略的老师 而不像美国的欧洲盟友那样 经常是被动的听从美国的指示 美国辩论中经常涉及的问题 国际法多边解决民众的同意 在中国的战略分析中 常告却如 除非是作为达到既定目标的工具 而这个目标 邓小平告诉布热金斯基 就是对付北极熊 没有别的 但是对美国人来说 美国社会基本价值观中 所谓的现实主义是有限度的 让杀人不眨眼的红色高棉 在柬埔寨掌权 就超过了这样一个限度 没有哪个美国总统 能把红色高棉简单地看作 围棋战略中的又一个棋子 他把金边的居民赶进丛林 大规模屠杀某类的平民 这种种族灭绝的行为 美国不能视若无睹 虽然我们下面会看到 有时也为了需要而牺牲原则 第二天时任总理的华国锋 在会见中讲得更明确 我们对许多朋友说过 战争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首先要做好准备 如果准备充分 一旦战争爆发 就不会处于不利地位 第二必须打乱苏联侵略的战略部署 因为苏联要夺取世界霸权 就得先在世界各地 建立空军和海军基地 好进行战略部署 我们必须努力打乱它的全球部署计划 大西洋联盟还没有哪一个成员 提出过如此全面的联合行动 实质上是先发之人行动 也没有哪个成员表示过 准备根据自己的判断单独行动 在实际操作层面上 中国领导人建议的合作 在许多方面都比大西洋联盟更为紧密 也更冒险 他们要执行的是 前面张杰讲过的进攻性威慑战略 其特点是 并没有成立正式组织或规定长期义务 意见一致即可共同行动 但如果意见出现分歧 大家便各行其事 中国即使在危急时刻 也不肯放弃独立自主 尽管中国对美国的一些具体政策 提出尖锐批评 但仍然坚持和美国联合行动 这表明中国认为 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实在必行 中美关系正常化 成了迈向共同全球政策的第一步 从1971年7月的秘密访华开始 中国关于关系正常化的条件 一贯而又明确 所有美国军队撤出台湾 取消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 只同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这些都包括在上海公报所在的中国立场中 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两位总统 都同意了这些条件 尼克松表示 要在他第二任期内予以落实 尼克松和福特都强调 美国注重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包括要继续向台湾提供一定的安全援助 但水门事件的发生及其影响使得他们没能履行承诺 卡特总统上任不久 即重申尼克松在1972年2月 对周恩来做出的关于台湾的一切保证 他不受党派影响 坚持这一外交政策实在非比寻常 1978年 他提出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具体方法 以使双方都能维护各自的既定原则 重申尼克松和福特接受的原则 美国发表声明强调致力于和平改变 中国默许一定的美国对台军售 卡特在和中国大使柴泽民的谈话中 亲自提出了这些办法 他威胁说 如果美国不对台湾出售武器 台湾将被迫自行发展核武器 好像美国无法影响台湾的计划或行动似的 最后卡特邀请邓小平访问美国 这就为关系正常化设定了最后实现 邓小平没有反驳美国关于 期望台湾问题最终和平解决的声明 尽管中国长期以来 一直拒绝就此做出任何保证 邓小平对布热金斯基强调说 中国的立场不变 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 外国无权干涉 关系正常化意味着 美国大使馆将从台北迁至北京 北京的外交官将取代台北在华盛顿的代表 作为回应 美国国会于1979年4月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 把美国对未来的担心 划为对美国有约束力的法律 当然他约束不了中国 在美国和中国各自的需要之间达成的这种平衡 说明了为什么有时模棱两可 对于外交来说不可或缺 正常化靠一系列的模棱两可 维持了40年 但不可能永远如此 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前进 需要双方的远见着实 邓小平出访 邓小平对美国做了规券之后 开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他不肯坐等美国的决定 而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 特别是东南亚 努力构建他所倡导的政治框架 毛泽东会见外国领导人 是把他们召到他的住处 邓小平则正好相反 他变访东南亚 美国和日本 以他自己高调 直率 偶尔有些盛气凌人的风格 开展外交 1978年和1979年 邓小平风尘仆仆地频频出访 以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 从革命斗士 变为苏联和越南地缘 政治阴谋的又一个受害者 越南战争期间 中国是站在另一边的 他曾经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的 华侨和少数民族中间 鼓动过革命 现在大敌当前 这一切都成为次要 1979年2月 邓小平在接受 《时代周刊》的采访中 向公众阐释了 中国的战略方针 如果要来附助北极熊 我们唯一的办法 就是团结起来 只靠美国的力量是不够的 只靠欧洲的力量也不够 我们是穷国 力量不大 但是如果我们连起手来 那就有分量了 邓小平在历次出访中 不厌其烦地强调中国还比较落后 希望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那里 得到技术和专门知识 但他也坚持说 中国虽然不够发达 却并不会因此改变他 抵抗苏联和越南扩张的决心 如有必要 中国会使用武力单独行动 邓小平的出访 以及他多次提到中国贫穷 与传统的中国治国之道迥然不同 没有几个中国统治者去过外国 当然传统观念认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所以严格来说 没有外国可去 邓小平公开强调中国的落后 强调中国需要向别国学习 这与中国的皇帝和官员 与外国人打交道时 表现出来的傲慢 形成鲜明对比 没有一个中国统治者 对外国人说过 需要外国的东西 清廷接受了有限的外国创新 比如对耶稣会的天文学家 和数学家表示欢迎 但一贯坚持说 与外国人通商 是为表现中国的人善 而非中国所需 毛泽东也高度强调自力更生 即使因此使中国陷入贫穷和孤立 邓小平先访日本 此行是为了签署 中日关系正常化条约 邓小平的战略计划 是同日本 不仅要实现关系正常化 而且要实现和解 好让日本帮助 孤立苏联和越南 为此目的 邓小平愿意不再计较 日本给中国带来的 长达半个世纪的苦难 他表现得热情洋溢 宣布说 我心里很高兴 还给了日本领导人一个拥抱 这样的举动在日本社会 几乎绝无仅有 在中国也是一样 邓小平毫不掩饰 中国经济的落后 长得很丑 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 那是不行的 请他在访客留言簿上留言时 他写下了对日本成就的空前赞扬 向伟大 勤劳 勇敢 智慧的日本人民 学习致敬 1978年11月 邓小平访问东南亚 到了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泰国 他把越南称为东方的古巴 说苏联和越南刚签署的条约 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1978年11月8日 他在泰国强调说 苏越条约威胁到亚洲 太平洋 以致整个世界的安全与和平 这份条约不单是针对中国的 它是苏联重大的全球计划 你可能认为条约的意图是包围中国 我对我们的友好国家说 中国不怕包围 它对亚洲和太平洋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亚洲太平洋 以致整个世界的安全与和平 都受到威胁 邓小平在新加坡 见到了该国杰出的总理李光耀 二人惺惺相惜 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 社会繁荣 后来邓小平不无钦佩的说 他管得严 社会秩序算是好的 邓小平在新加坡 看到了中国未来可能的景象 当时中国还极为贫穷 他的公共秩序 经过文化大革命 几乎荡然无存 李光耀叙述了 他与邓小平一段难忘的谈话 他邀请我再次访华 我说 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恢复过来 我就会去 他说那需要很长的时间 我反驳说 新加坡人 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 祖先都是目不识丁 没有田地的农民 而大观显幻 文人学士 则全留守中原 开支散业 因此 没什么事 是新加坡人做得到 而中国做不到 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 他沉默不语 李光耀对邓小平的务实精神 和虚心好学表示赞扬 并借机表达了东南亚关注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被中国的官僚和外交滤网滤掉 而从未到达过最高层 中国想让东南亚国家和他团结起来 孤立苏联凶 但事实上 我们的邻国想团结起来 孤立中国龙 东南亚没有苏乔 在领导由苏联支持的共产党叛乱 却有华侨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 威胁泰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在较小的程度上 也威胁着印度尼西亚 而且中国公开宣称 和海外华人血浓于水 关系特殊 越过他们的国籍 国政府 直接号召他们 对中国的爱国心 我建议应该讨论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事实证明 李光耀是对的 除新加坡以外 别的东南亚国家 对和苏联或越南对抗 都十分谨慎 不过邓小平 还是达到了他的根本目标 他的多次公开讲话 预示着中国 可能会采取行动进行补救 作为邓小平计划中 关键一环的美国 必然会注意到他的讲话 邓小平的战略计划 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中美关系 邓小平访美和联盟的新定义 邓小平访美旨在庆祝两国 关系正常化 并开启共同战略 这一战略 以上海公报为基础 主要针对苏联 这也表现出中国外交的特殊技巧 造成别国支持的印象 而实际上 有关国家并未同意 甚至并未接到要他们支持的要求 20年前 台海危机时中方就采用了这种方法 1958年 毛泽东在赫鲁晓夫不愉快的北京 执行三周后 炮击金门马祖 造成莫斯科 事先同意北京行动的印象 其实并非如此 艾森豪威尔甚至指控 赫鲁晓夫帮助山东危机 邓小平采取同样的手法 在对越南作战前 高调访问美国 两次中国都没有要求 对方帮助自己 即将进行的军事行动 1958年 赫鲁晓夫显然不知道 中国要动手 而且还因被迫面对核战争的风险 而很不高兴 1979年 邓小平到达美国后 通知华盛顿中国要出兵越南 但华盛顿并未明确表示支持 美国的作用 仅限于分享情报和外交方面的协作 这两次 北京都成功的使外界以为 他的行动得到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同意 从而贺阻另一个超级大国插手干预 由于这种微妙而又大胆的策略 苏联在1958年 无法组织中国攻击沿海岛屿 至于越南 苏联只能猜测 邓小平访美期间达成了什么协议 而且会假设对他最不利的情况 在这个意义上 邓小平访美是做给别人看的 目的在于恐吓苏联 邓小平在美国为期一周的访问 既是外交峰会 又是商业访问 外加巡回政治演说 还有为对跃作战进行心理战 他访问了华盛顿 亚特兰大 休斯敦和西雅图 所到之处的情景 为毛泽东时代所无法想象 1月29日 在白宫举行的国宴上 红色中国的领导人和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 还有通用汽车的老总 攻筹交错 在肯尼迪中心的晚会上 这位小个子副总理 与哈林花式篮球队的队员们热烈握手 在德克萨斯州西蒙顿的奇数表演 和烧烤餐会上 他戴上宽鳖牛仔帽 乘坐马车 使周围的群众兴奋欣喜 邓小平访美期间 一直强调中国需要外国技术 需要发展经济 在他的要求下 他参观了美国的制造业和技术设施 包括佐治亚州 哈波维尔的一家福特汽车组装厂 休斯敦的休斯工具公司 在那里他仔细观看海上开采石油用的钻头 还有西雅图郊外的波音工厂 邓小平到达休斯敦时 坦率地表示 要学习你们在石油工业和其他领域的先进经验 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充满希望 声称他愿意了解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吸收所有对我们有益的东西 在休斯敦的约翰逊太空中心 他在航天飞机的飞行模拟器里流连不已 一位新闻记者报道了那时的情景